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将深度探讨特朗普媒体股价惊人飙升的背后故事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一番 我不会出售我的股份的豪言 竟让其媒体股价在短短时间内涨幅超过25% 这一动作让市场为之震撼 特朗普在加州的高尔夫俱乐部公开表示 他对于出售自己近57%的股份毫无意愿 这不仅让投资者感到振奋 也暂时停止了股市交易 随着他对社交媒体平台Truth Social的强烈支持 这位共和党候选人显示出对未来的信心 然而 特朗普对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指责也引人关注 他将股价的持续下滑归咎于SEC 尽管如此 他依然坚持不受 并强调这不仅是金钱的问题 而是一种对声音的掌控 随着2024年总统选举的临近 特朗普的一举一动都成为市场的焦点 这样的股价波动是否能持续上涨 将成为投资者密切关注的问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则备受瞩目的财经新闻 这来源于CNBC的报道 前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在美国时间星期五宣布 他并没有意图出售他在特朗普媒体公司所持有的股份 这一消息立即引发了市场的强烈反应 特朗普媒体的股价瞬间飙升超过25% 特朗普在加州的高尔夫俱乐部对媒体表示 他没有出售股份的打算 这番话不仅展示了他对自己投资信心的坚决态度 也直接导致股市交易在下午短暂中止 投资者显然对前总统的言论做出了迅速且强烈的反应 在他的声明中 特朗普特别提到了 自己所拥有的社交媒体平台Truth Social 他称这个类似于推特的社交媒体平台是非常棒的 并强调自己对这个平台的重视 这不仅仅是一种对自己投资的信心表达 更是他对这个平台未来发展的坚定支持 尽管如此 特朗普也对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他指责SEC导致特朗普媒体的股价在过去几个月中持续下滑 股价从三月底在纳斯达克上市以来已经下跌超过80% 这种跌幅无疑让许多投资者感到失望 但特朗普强调 他的股份目前仍然价值超过10亿美元 特朗普重申他并不打算出售自己的股份 他明确表示自己的投资并不是为了金钱 而是因为他希望拥有一个强大的声音 这个声音对他来说非常重要 他说只要我的声音在那里 他就会一直是好的 事实上Truth Social的成立 正是为了在主流社交媒体平台封进他的账号后 重建自己在社交媒体上的影响力 特朗普希望通过这个平台继续维护 并扩大自己的舆论阵地 这不仅是他个人形象重塑的一部分 也是他在即将到来的2024年总统选举中的重要战略武器 在这则新闻发布的背后 有几个关键的背景因素值得我们深入分析 首先从商业角度来看 特朗普媒体的股价在他公开表示不出售股份后迅速攀升 显示出市场对他个人品牌的高度敏感 许多投资者显然认为 特朗普的持股不变是公司未来有望发展的重要信号 其次从政治角度来看 特朗普的每一个举动都备受关注 尤其是在即将到来的2024年总统选举前夕 作为前总统 他的影响力不仅体现在政治领域 还渗透到了金融市场 他选择不出售股份的做法 也被视为一种维持自己影响力的战略手段 此外 从法律和监管的角度来看 特朗普对SEC的指责 揭示了他与监管机构之间的紧张关系 特朗普媒体的股价下滑 部分原因可能与公司运营和市场环境有关 但特朗普显然认为 监管机构的干预是一个主要因素 这种指责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他与监管机构之间的对立 也可能引发市场对监管环境的更多关注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 特朗普的决定也反映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即信心溢价 这种现象指的是市场对某个关键人物或企业领导人的信心 可以直接转换为股价的变化 在特朗普宣布不出售股份后 公司股价立即飙升25% 这就是信心溢价的一个典型例子 在社会和文化层面 特朗普对Truth Social的重视 也反映了他对社交媒体作为现代政治工具的理解和运用 主流社交媒体平台的封禁并没有阻止他 而是促使他创建了自己的平台 继续传播他的声音 这种对新媒体平台的掌控 使他能够在政治舞台上保持强大的影响力 总的来说 特朗普媒体股价的飙升不仅仅是一则商业新闻 更是一个多层面多维度的复杂事件 它涉及到市场反应 政治动机 法律争议和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 特朗普作为一个前总统和商人 他的每一个决定和声明都在多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则新闻不仅让我们看到金融市场的顺心万变 也提醒我们 政治和经济之间的紧密联系 是如何深刻影响当今世界的 无论是投资者 政客还是普通民众 都需要在这复杂的环境中保持敏锐和洞察力 请大家继续收看本节目的深入探索 我们将带来更多精彩的分析和报道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朋友 特朗普媒体股价飙升25%这件事 真的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啊 这可是证明了特朗普对于市场的巨大影响力 大家都知道 特朗普的存在就像是金融市场的特效药 一发化股市就能起飞 这次他表示不会出售自己的股份 让投资者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谁会不想搭上这趟顺风车呢 毕竟特朗普有他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这平台的未来潜力无穷大呀 哎呀 楚天书 别太激动了 你知道吗 这就像是腾云价物 飞得太高 终究会摔得更惨 特朗普的话固然能影响市场 但这种短期的股价飙升 很可能只是虚火 你说的Truth Social 现在不过是一个只有几百万用户的社交平台 和推特 脸书这些巨头相比 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 更别提特朗普那么大的嘴巴 随便说点什么 股市可能又会大起大落 这对投资者可不一定是好事呢 谢琪琪 你这话说的可不太对呀 让我给你举个例子 想起1980年代的华尔街吗 那时候的市场风云变换 但那些有远见的投资者依然大赚特赚 特朗普不仅仅是个前总统 他还是个成功的商人 他懂得如何让自己的企业增值 Truth Social虽然现在用户基数不大 但他有一个超级强有力的市场推广者 那就是特朗普自己 只要他每天发几条动态 这个平台想不火都难 楚天书 你这还真是半斤八两 1980年代的华尔街是金融大鳄的战场 普通投资者可没那么幸运 再说了 特朗普真的是个成功的商人吗 他那破产了几次的事业历史 可不怎么光彩呢 Truth Social能火吗 要是这么简单 早就成为市场霸主了 别忘了 该平台还要面对SEC的审查和监管 这可是个定时炸弹呢 股价飙升25% 哇塞 这不过是一个短暂的市场泡沫 破裂的时候你可要小心了 谢琪琪 看来你对特朗普的成见可不小呀 不过 说到市场泡沫 你真的觉得这次是泡沫吗 我的天 这可是特朗普亲自站台的企业 这种流量谁能比啊 华尔街的那些金融大亨们 现在还不都在研究特朗普下一步的动向 就算他破产过几次 但这正好证明了他有多顽强 这叫屡败屡战 最后还是站在顶峰 而且你看他对Truth Social的重视程度 他说只要他的声音在那里 平台就会一直好 这可是信心的体现啊 楚天书说到信心 我倒是更想谈谈现实 你知道吗 市场是无情的 不会因为某个人的信心就永远上涨 特朗普即便有几千万的粉丝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每一个商业决定都能成功 还记得荷兰的郁金香狂热吗 当时大家都疯狂投资郁金香 结果泡沫破裂 市场崩溃 Truth Social的股价飙升 最终可能只是另一个郁金香狂热 如果投资者们不冷静 最后的结果恐怕就是一场大笑话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 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